根据万媒报道 画面上这架隶属于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 第一直升机中队的UH-1N直升机 当时机上有两名飞行员 在飞行高度大概305公尺左右 直升机遭到来自地面的枪击 随后立即在附近的机场迫降 之后检查机身时发现一颗子弹 美国空军表示 根据目前初步的调查 直升机被子弹击中 一名机主成员受到轻伤 直升机因为迫降而受损 不过受伤的机主人员 在送医治疗后并无大碍 目前FBI联邦调查局 正在和军方共同调查这起事件